嗨 大家好 又是市区重建局 现在就是讲2018年11月6日 4.03分 下面这间就卖了是1,600,000 记住在Anyway看看基本资料 好 现在就是市区重建局43号 不是1,600,000 是1,286,000 1,286,000 拍摄成龙大下 都是市区重建局重建的了 不多拍了 没有图绩那些东西 拿来浪漫气 扭零60年 一边转个圈 这里讲的是洪福街 这里是洪福街 啟鸣街 荣光街那些 那里就是土瓜环道 码头围道那边 讲的是这间的店铺 这间店铺的时候 我读一些基本资料 就讲的是洪福街 43号 1,286,000 本身栋大厦 买回来很便宜 09年的时候 900万买回来 不是 90万买回来 90万 不奇怪 我读想是在私底下 私底下是怎样换的 可能是 但是不要紧了 那你得个知智 那这里呢 这些重建屋的时候 这个的启明街 刚刚说了 但是呢 那这里呢 其实这里呢 另一个重建压物 是洪福街这一头 由1至51号 我都讲到转圈 那就是银汉街 这一带 那就是说地盘面积呢 4951米 但是连续地盘就不断收了 这里说是500多伙 那总流面面积 发展的时候 41,000平方米 加起来 那16年6月的时候 已经欠布了 预计这个就会拆去落城 那旁边和车房人聊天 已经收紧了 全部收完了 那就是2025年到26年 那得个知智呢 那这个位的时候 说真的 这里就说了什么 起750个什么 小型住宅 这些东西 起得个知智不多说了 那一个reference 在这里 这个位的时候 说一次 这个成交价钱的时候 这里呢 就是红 这个就是1286万 这个位置那么静 如果不是线屋收购 你看看旁边 应该和旁边的size 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线屋收购 我想这个位置 大概八九百万 但是因为线屋收购 一个premium 因为始终很静 OK 行了 得个知智了 就这么多了 那么恭喜买家 买布都是无非 等收租 等升值 等重建 博重建 这个好东西 不如博到 多谢